我们先来请各位来去看一下 假如说我今天我想要在小美的前面 都要加什么 都要加这个图示 我想加图示应该都没有问题 大家就是插入图片嘛 然后去找一个向量的图示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假如说我今天我这个小美 这个小美的前面 我希望放一个这个图示 那以前你会怎么做 以前你可能就是用复制 然后接下来呢 然后接下来再去找下一个小美 下一个小美 小美 哇这样用肉眼来去找 天哪 你看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再往下去找 还有没有小美 在这边 这样可以了解哦 这样怎么找 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那怎么找呢 怎么找 好首先 首先我要先请各位哦 先复制起来 复制 复制之后 你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剪贴簿 就是当我今天我去滑鼠右键 然后点选复制 这边会多了一个这个剪贴簿 只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现在这边打不开这个剪贴簿 反正就是我会有一个东西已经复制好了 那这个东西怎么用 这个东西怎么用 这个东西哦 我们可以用 例如说我现在把小美前面 我再加一个小美的图示 或者我加在后面好了 我怎么加呢 我可以用常用底下的取代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就输入小美 小美 然后可是我希望它后面 后面 它变成什么 变成有这个东西 有这个图示 所以我就小美 然后 arkc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arkc就是刚刚我复制的内容 好来 全部取代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多了一个这个 小美的后面 是不是就变成多了一个这个图示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哦 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假如说 假如说我今天 我希望每一个就是小美 后面我就放一个图示 以前我们是不是用肉眼来去一个一个找 现在不用了 现在你多了 2010哦开始它多了这个简贴布 简贴布可是你 你不可能知道那个简贴布里面的图示的 那个快速界 现在我要告诉你 它就叫arkc 所以你去看 不是说只有这个地方有哦 很多地方是不是都有 例如说我们再去看这边小美 后面是不是也有这个图示了 这样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帮助我们去做完这件事 那我再强调 我再强调讲一下 就是这个简贴布 这个简贴布你现在看不到嘛 请问2010它只能开放一个 一个就是你现在看不到 那既然是简贴布 你应该知道它是一个一本书 你可以贴 你可以复制第一个 复制第二个 复制第三个 你可以复制好多个图片或文字 这样是不是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来去做 看你要怎么样去应用 好 所以我要强调讲一下 这个简贴布不止一个哦 只是我现在我们 我开不了那个这个 这个简贴布的工作窗格 所以所以我只能先做一个给你们看 好 这就是arkc arkc在shift跟lil 所以我刚刚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档案 好 对 第一件事情我要先复制我要的图示哦 第二件事情 我就去做取代 把寻找目标小美 小美改成这个 小美 arkc arkc就是我刚刚复制的图示 好 然后现在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玩一下 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